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想和同学一起来博物馆参观 可是没想到 他第一次看到兵马俑后就彻底沦陷了 站在博物馆的兵马俑修复区 双手扶着栏杆一动不动 两只眼睛死盯着一个兵马俑对裂中的空位置 因为实在太喜欢兵马俑 又加上他学的行为艺术 于是他就突发奇想 这块空位是不是上天给自己留蛋 他竟然想自己也当一次兵马俑 被游客瞩目一会 最后还是被同学劝说 这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可马林心里却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为了能够和兵马俑亲密基础 他最后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做了一套仿真的兵马俑套装 到2006年9月12号一大早 马林又来到了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好奇了 博物馆里那么多游客 并且到处都是警察保安 他又是怎么进入兵马俑坑道的呢 临近中午 马林拎着巨大的蓝色蹄包 在展馆中四处游荡 关内的游客越来越少 他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打开蹄包 拿出提前做好的勤勇服 别说德国小伙的手还挺小 做的兵马俑帽子 和真是桃勇头上的发迹 简直一模一样 就连他身上的盔甲甲片和甲片上的骨叮 都跟真的相差无几 为了更加逼真 脚上穿的靴子和脚下踩的失败 也都是一比一 真是还原兵马俑 最后还不惜用涂料弄花刺激的脸 马林迅速换好装扮 静止朝着兵马俑一号坑走去 当他走到人群面前时 游客们都被惊呆了 其逼真程度简直像是兵马俑复活一样 穿好兵马俑的马林 并没有直接跳进兵马俑坑 而是在一号坑围栏附近来回溜达 当时保安也看见了 但并未在意 以为这只是兵马俑爱好者 直到时间来到下午一点左右 趁着保安交班 他就偷偷地翻越栅栏 跑到了兵马俑空中 提前看好的那个空位置 随其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么小伙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2006年26岁的德国小伙马林 穿上自制的勤兵俑仿真服装 跳入了兵马俑一号坑 事件爆出后 瞬间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当时的公安科副科长江波 都被气得笑出了声 当马林跳入兵马俑坑后 站在那一动不动 就跟真的兵马俑一模一样 竟还真没一个人发现 站了几分钟以后 保安队走了过来 因为兵马俑坑道旁 装的有红外线报警装置 只有有人越过栏杆警报时就会响 保安听到警报响后 五六个人赶忙跑了过来 在坑周围转了四五圈 都没找到有人 因为他们找的是活人 但坑里面活人全是兵马俑 见没有异常情况 以为警报吸误响 于是保安队便撤退了 就这样过来半个小时 游客逐渐开始多了起来 一个西洋红旅行团进入馆内 团里都是退了休的大爷大妈们 就在这时一个拿着相机拍照的老大爷 正对着兵马俑拍照 忽然看到一个兵马俑 眼睛动了一下 最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 丁太久出现了幻觉 也就没有特别在意 过了一会儿 他发现兵马俑的胳膊忽然动了一下 这下可把大爷吓坏了 赶忙抓着旁边老伴的胳膊求证实 问道你看那个兵马俑是不是在动 大妈听后哈哈大笑 嘲笑大爷是老糊涂了吧 兵马俑怎么会动呢 不信心的大妈朝着大爷手指的方向看去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大娘背下的开口就喊兵马俑活了 最后一排的一个兵马俑 眼珠子竟然正在不停地动 大妈的声音瞬间引起了周围其他游客的注意 其他游客看见后 也都被吓得往外跑 嘴里还喊着诈尸了 保安注意到后赶紧跑了过来 跟随着老人手指的方向 也看到了纳孙异常的兵马俑 于是赶紧下去查看 然而他低便下去看的时候 路过马林身边都竟然没发现他 最后还是在同事的协助下 才找到了马林 博物馆公安科副科长江波得知有人跳入有坑 都有些不敢相信 立即跑到了出事的地方 要不是同时指点 他也差点没发现这个外国秦勇 见此情形 江波叫来了保安人员和翻译 现场人员通过劝说 企图让马林自行离开秦勇坑 并告诉他这样的行为 很有可能会对秦勇造成伤害 但马林依然站在原地 摆出秦勇的造型一动不动 江波注意到周围的游客越来越多 他意识到越拖可能造成影响就会越严重 于是打算将他拽出去 可没想到马林竟然如此绝强 在拉扯过程中 始终还保持着兵马俑的姿势 这个德国老外音痴迷兵马俑 穿自身仿针套装下到了兵马俑坑内 被警察发现后 竟还维持着兵马俑姿势纹丝不动 警察劝说其次性离开 马林却没有因为被发现而妥协 无奈为了降低事件造成的影响 劝说无果后多名保安人员直接将其抬起 随之带离了现场 在被送到派出所后 这个老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仿佛自己就是兵马俑转世 当警察询问他为何要这么做的时候 马林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从小就知道 中国有个神奇的地下军团 而当他第一次来到现场看的时候 就被深深的震撼了 当时虽然拍了照 但总觉得不过瘾 直到这次被公派到中国学习行为艺术 便下定决心自制永福 当时他还参考了很多照片资料 马林说他最初只是想扮成秦永 然后在永坑外拍照合影 但是再次见到秦永后 心中便开始安耐不住的激动 于是就跳入了那个永坑空缺的位置 经过警方说教 马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对此次的行为表示歉意 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要学习 马林虽然是秦永馆建馆以来 首个跳入永坑的游客 但由于是处于对兵马永的喜爱 并且也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破坏 所以最后只没收了他的秦永套装 口头教育后便让其离开了 博物馆公安科副科长江波表示 无论什么人跳入秦永坑 警方都会根据其造成的损失做出惩罚 如果没有造成文物损害 也要对其口头教育或处罚金 影响严重的还可能受到治安处罚 这一些都是为了 让老祖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 顺利保存下来 十一年后马林再次来到了西安 这次他没有再跳下去 而是静静地待在围栏边 思考着过去在这里发生的故事 久久不愿离去 晚点了 早安 晚点了 晚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